大家好,欢迎收看腐质猫,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岛国的在雨田穿厅,等我哦 讲述了一个禁机的吃汉忠诚宫,掰弯美心女装品直男的故事 百赖是个喜欢听地下摇滚的少年,一次在雨田穿厅的大街上,对着个穿裙子的美人一见钟情了 看到对方骨骼分明的肩膀,百赖意识到这是个汉子啊 更巧的是,这个美人还是自己班上超手话运的同学,八代 在班上,性格孤僻的百赖不自觉地盯着阳光帅气的八代看 被发现后,大家嘲讽百赖说他肯定是个同性恋,百赖很是尴尬 上课的时候,对着长睫毛的八代发呆,百赖被老师教育说 别一天到晚想这些下流的事,你这个小流氓 体育课前准备,班上同学一边换衣服,一边八卦着妹子们的罩杯 一个同学肯定地告诉大家说,现在妹子大都是C啦 问八代喜欢妹子哪儿,八代说要看情况来 百赖偷偷地上网查了性别认同障碍的相关资料 突然惊奇地发现,八代的围纸涂了指甲油 百赖在家里的沙发上梦到八代被惊喜 亲姐姐嫌弃了她一番后,还大声地嘲讽她,下面起来了 百赖在大街上主动搭讪八代,八代被吓到了 百赖就逼着她跟自己交往,说 因为你很可爱哦,还一脸吃汗的,问八代 你有别的衣服吗,有的话就穿给我看看啊 八代被吓跑了 早上上学,八代看到隔壁学校女同学的校服很漂亮 就忍不住地都看了几眼,百赖突然出现,说 秋女啊,你穿肯定很好看 八代又被吓跑了 上英语课,八代发现 百赖居然喊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看 需要的赶紧,摸写圆周率,缓解紧张 午饭时间 百赖一边吃着便当,听着音乐 一边盯着八代下饭 班上的男生讨论着下次的涟漪 八代小心地说她不去了 百赖起身过去,想和八代说些什么 八代又被吓跑了 说到八代,为什么会穿女装咧 这得绝数到八代之前交往的对象 一个蠢蠢的妹子 一不穿女装跟他做这碗就不给H 比在八代化了装,戴了仔发 穿着女装出门了 两人在路上遇到了两个汉子搭讪 八代被对方夸很可爱 蠢妹子被人勾搭走了 两人也就就此分手了 可八代却喜欢上了穿女装被人夸可爱 百赖神神秘秘地约八代放学后天台剑 然而八代并没有去 放学回家的时候还被百赖发泄了 百赖追上去把手上的纸袋子砸了过去 威胁说 你想让大家都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八代又被吓住了 发现地上的是秋女的校服啊 问她为什么 百赖让她穿上并告诉她 这是命令 在公共卫生间 穿上校服后 百赖看了很激动地问 我能亲你吗 八代是拒绝的 百赖威胁说 你现在没资格反抗我 被八代说 你这个人真够恶劣的 作为一只纯情触男 百赖也产生了疑问 我要怎么做才好 有人来上洗手间了 百赖慌张地把隔间的门关上了 就对着八代的嘴 强行吻了上去 最后头脑空白 全身贪婪的八代 只能让她为所欲为了 以至于后劲太大 八代都不自觉地开始怀念了 跳课的时候 百赖又提了套衣服 给八代 八代说不要 百赖就去她回家的路上赌人 说 我们不是在交往吗 八代难以置信 面对百赖的 死残热的 还失手把百赖塞过来的衣服 给弄掉到天桥下了 百赖急冲冲地去把衣服捡了回来 八代还是拒绝穿 可在百赖的强烈攻势下 八代还是穿上了 八代情不至今的大声说 好可爱 八代干嘛让她小声点 两人正说着话 刚好被百赖的亲姐看到 姐姐惊讶地发现 旁边这位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啊 仔细过去一看 姐姐嫌弃地说 讨厌 好恶心 百赖听到后 立马站出来大声呵斥 少胡说八道 臭八怪 还比你可爱一把一倍 然后拉起八代的手就跑了 八代误会 刚才那个姑娘是百赖的女朋友 百赖解释说 那是我姐 可别说这话恶心我了 八代笑了 你们两个长得可真不像啊 气氛不错 百赖想着穿女装的八代 对自己的抵抗力很弱 就想来个浪漫的kiss 而八代突然推开她跑掉了 百赖追了上去 可惜追错了路 百赖慌张地躲在小角落 背起了远周旅 百赖最后也没能找到她 晚上同学 邀请八代去参加联谊 八代没什么兴致 百赖去质问她昨晚的事 被送蝶过来的好友叫走了 海帝约是天上约 眼前人是心上人啊 放学后 百赖继续紧追不舍八代 说我又没和人交往过 八代划情界限 咱俩可没再交往啊 百赖问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喜欢上我 八代正拒绝着 百赖就生气了 碰都没碰到就死根了 是什么情况 百赖说今天你没装女装 却可爱的不像话 暧昧的触摸着自己的心上人 八代说给我看那个 于是两人去了八代家 进到了八代的房间 百赖急冲冲的就被咚了八代 不但犹豫的就吻了上去 之后就退倒在床上了 八代不断的挣扎拒绝 直到带哭腔的说出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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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百赖洗好皮带就出去了 发泄的跑了起来 八代把衣柜里的女装都拿了出来 抱着百赖上回给自己的那套哭了 无意间发现了百赖落下的碟子 忍不住的打开 身下感受 好友过来 问百赖听碟子的感受 百赖睡得无精打采的 回应 还没听 八代把碟子送回到了百赖的手上 让她别再烦自己了 可百赖还是跟了上去 说服八代继续穿女装 八代不耐烦的告诉她 衣服我都丢了 你姐不是也觉得恶心吗 就你喜欢 可百赖坚定的喊出 为我而穿吧 然后就跑过去 拉起八代的手 要带她去买新的女装 在女装店里 看着百赖 真的要为自己买新的 八代说 衣服我没人 一件都没人 在八代家里 八代穿上女装 化好装 戴上假发 问百赖 然后呢 百赖不知所措 八代邀请她 再来一次 之前没完成的事 终于缓过来的 纯情小处男 毫不犹豫的 又一次把八代推倒了 八代说 说夸我可爱 百赖夸了好几次 你很可爱 之后表白说 八代 我喜欢你 两人终于结结实实的 吻了起来 影片的最后 八代穿上女装 和百赖食指相扣的 走在人潮涌动的 于田川廳街头 八代是幸运的 至少 他还有深爱着他的百赖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腐菊毛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一下腐菊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